还有别的频道 没有没有 我只有五黑 我只做五黑的 我能把五黑做好的不错了 五黑我还刚入门 还黑皮 我能把五黑做好的不错了 不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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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皮还接了 接了 黑皮 你是不是我那个朋友 黑皮不啊 啊 不是啊 你上安庆的 忘记了 我认为你上个MMC 这几天有五黑吗 有啊 有啊 哎 跟你们讲个故事 好吧 我查一下那个故事的卡头 到时候我会出一起视频的 有个客户在我这里拿了三条狗 10月22号拿的 拿的第一条狗不喜欢 退了 我给他退了 五条就退了 又来找我 买 我不卖给他 他叫他女儿找我 我要卖给他女儿了 拿回去 他说养不熟 养不熟以后 又要退给我 我说好退 又退给我 主业有我大哥大 主业有我大哥大 右手退给我 我看着一个小女孩子 我说那就退吧 他说 退给我不退钱 我说要的 他说 换一条狗 我说OK 我说我自己没有这个品种了 我要去 别人那里拿 他说好 我跟他沟通完了 确确实 已经沟通 有文字信息沟通好了 说我要 开车出去拿 开车出去拿 他也同意了 他拿回去 一个就等于那个款没退吗 就补了这条狗给他吗 你补回去 他说那狗叫 又不想养了 又要退 我说你当我是哈利罗好捏 好拿捏 是吧 你说咋的就咋的 是吧 那真的是 到底我说的太简单了 到时候我会出一期视频了 把整个开头原委 整个开头中间原委 我全部拍一期视频 我想养肉狗 做兼职 养的肉狗 肉狗模样 读吧 肉狗模样 我养肉狗出生的 我也不是说要肉狗出生了 我肉狗 我养狗历程就是肉狗为起点 我的翻身上就是肉狗 我就在肉狗上面翻身的 只是肉狗模样 三个方面模样 第一个 现在的肉狗行情不好 这是第一 第二 肉狗要过硬的场地 不要听互联网那些大神说的 随便缺一块地 随便围个栏就能行的 不行的 肉狗要有 稳定的销售渠道 这个销售渠道不是你发过 不是打P 你要有自己的影响体系 我为什么能在肉狗上赚到钱 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影响体系 我把我以前的一些营销 营销 营销的人 我全部用到了这上面 我一家一家的去找那些合作商 去找他们 还有慢慢的积累了很多 中端客户 这是 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 你 养肉狗 如果说自己进行涂窄的话 它的利润会高一点 黑皮 这个才是黑皮 我说了你那个黑皮是假黑皮 这个才是我 长沙那个黑皮 刚刚那个黑皮是假的 它是外地的黑皮 黑皮 黑皮最近在忙什么 磨眼肉狗 真的磨眼肉狗 那个刚刚那个是假的 这个是这个才是真的 我严肃怀疑你们不 不犯好意 这把我的黑历史 其实怎么讲的那个历史 天天八戒一 好狗 好 好玩 嗨哟 黑皮 我把冰冷剪了 黑皮 你敢相信吗 我把冰冷剪了 你们是把我黑历史呢 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真要听 真要听 肉狗的这个 这一堂课 如果真要听 如果真要听 我就正要八斤的 今天啥都不吹牛逼 就讲 肉狗这一个东西 啊 这一天就是开始 这一天就是开始 真上这一堂课 我就给你们上一下这堂课 好吧 肉狗的这一堂黑历史课 怎么见 反正 如果说我没把冰冷剪了 我这辈子我不碰女人了 黑皮可以吧 黑皮 我把我如果说我再吃一颗冰冷 我这辈子我不碰女人 或者还打个赌 如果说我没把冰冷剪掉 我这辈子不打牌 这辈子一颗都不吃 黑皮知道的黑皮知道我的 我是个 我是个爬精 我很喜欢打牌 我连睡着睡到睡到一半我都 我我我都要打你把牌的人 拿手机打你把牌的人 黑皮这样吧 我们打个赌 首先赌一个月 如果说我一个月一口冰冷的美食 我赢了 你给我配包合几下 我输了 我给你配包搞不搞 黑皮 抽完这个蚊箱 给你们讲那个肉狗的黑历史 这我看得到 抽完这个蚊箱 摸着良心做摸着良心做事 搞不搞黑皮 抽完这个蚊箱 林帅抽完这个蚊箱 给你们讲讲肉狗好吧 现在肉狗的那个我马上我马上问一下 看现在肉狗什么行情好吧 给你们讲一讲仙子 我觉得在给你们看语言啊 我 林帅过时了 过时了 用黑狼已经过时了 黑狼是我那个时候玩起来 还没起来 估计还没起来 我问一下啊 你等一下我 我把今天的价格给你们问到 我问一下今天的价格 再告诉 再跟你们聊 因为要有 一切吹牛逼需要有 真实作为支撑 哇 哇 起来吗?起来吗? 什么? 嗯,起来,你一样,你也够吗? 你晓得吗? 没有哩,我晓得吗? 大大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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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哩? 喂? 嗯,我差不多了,明白,你还在这部节目我能够购,我不确定的好多,我需要的皮一只14块8斤 嗯,明白,好,你先搞了 嗯,好 没事了 你开会了 我问一下你今天收货 如果说按500条条算的话 35斤左右的 你们现在收什么价 你帮我查一下今天肉货什么价 大长 怎么 那怎么的啊 阿米开心啊 阿米开心啊 阿米开心嘛 这轻到没车 啊 了得 嗯 阿米开心 这个那个干嘛有吗 啊 干嘛有 呀 干嘛有哦 打理写了 马上就 嗯 没这个